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ED 非常感謝你們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又要繼續 主要街世界進化2的遊戲啦 那今天RED暫時不玩關卡模式喔 我打算要來先玩一下大家期待的 沙河模式 要來一邊建造自己的園區啦 那我選在這個靠海岸的地方喔 這風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覺得應該算蠻美的啦 那沙河模式呢簡單來說就是自由模式 你可以任意建造自己想要的園區 養自己想要的生物啦 沒有錯 那如果說你是喜歡這個系列 還想再看更多的話 別忘了請幫影片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 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在那邊是RED 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來吧來吧 我們的新園區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這個一望無際的海 超美的 欸那我試一下喔 我的海洋生物可以蓋在上面嗎 啊不行 它有限制區域 我沒辦法蓋到海上 可惡 我原本想說 我要把我的海洋生物全部都蓋在海上 讓遊客就可以上去看這樣 結果 啊有限制區域 沒辦法 這個等之後吧 看有沒有能用模組修改 可以蓋出去的喔 那我們 我先大概看一下這個園區大概可以蓋多大 這邊可以上來 這邊也可以蓋 蓋到 蓋到這邊吧 好喔 那我大概知道我要怎麼蓋了 我底下呢 這沙灘的部分全部都是養那種海生物種 那上面的話就是大家常見的陸地上的生物 或者是說空中生物之類的 好就這樣決定了 那我們先 我先弄一個園區路口吧 我蓋在 我蓋在這邊好了啦 蓋在這個位置 這樣遊客就可以選擇說 你要去看海生生物就往這個方向 那你要看陸生 或者是空中生物就走這個方向 自己選擇 好不好自己選擇 那我們就來開蓋吧 我們的新園區 終於啊 終於可以來玩沙河模式了 我自己也是蠻期待沙河模式的 因為沙河模式呢 你就是不會被限制太多 你愛怎麼蓋你就怎麼蓋 愛怎麼玩你就怎麼玩 我們先拉一條道路出來 來喔 想要看水生生物的遊客呢 你們就自己走到這邊 想要看陸生的就走這個方向 自己選擇 好啦自己選擇 OK 那我忍他蓋 好那我們就來吧 直接先來蓋氣湖區 我們先把蒼龍還有蛇頸龍的區域先劃分出來 然後其他的再慢慢看要養什麼樣的水生生物 因為這次的水生生物有蠻多種的 所以我們就來蓋吧 把它蓋這個位置 這個區域應該是不會太大 不過這個地形好醜喔 這個地形被蓋上去之後就這樣 凹凸不平的 我可以調整一下吧 調整一下地形 把它整平一下 太糗了太糗了這樣 就好像有那個皺紋一樣 把它鋪平 這樣好看多了有沒有 好看多了 那就等它蓋 然後我們還要弄一個就是 細湖孵化場 這孵化場把它蓋在這邊 再連接道路出來 然後再來是遊客的觀看區 遊客的觀看區把它放在這邊 兩個應該可以蓋兩個吧 啊剛好剛好 然後再來是衛食區 我看一下衛食區可不可以把它擺在這邊 可以放這邊嗎 啊不行 我想說把它放在中間的說 結果不行啊 只能擺在這個位置 像這樣擺兩邊 這樣的話兩邊都可以看得到衛食秀啊 那這樣我的蒼龍跟蛇頸龍的區域 先大致上這個樣子 應該沒問題 好空曠喔 感覺好簡陋喔 什麼都沒有欸 那我們蓋一點那個好了 遊客的 遊客要買東西的地方 我們蓋個大型服務區 想要看海中生物擔心沒東西吃嗎 那我瑞德幫你準備好商店 準備什麼吃的 海鮮 準備海鮮給你們吃 然後因為海鮮是這個黃罐嘛 所以我就盡可能的去提升一下 它的一些內部模組 把它提升上去 來來來 都給你們都給你們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孵化場 我們這一代呢 它有提供的水神生物就是目前這幾種 有海王龍、蒼龍、華齒龍、艾登寶龍、薄片龍、蛇頸龍以及魚龍 那之前我們在玩關卡的時候 我已經有看過幾種了嘛 但是今天我應該還是會想要再多養一種 譬如說養海王龍怎麼樣 海王龍好像也不錯 或者說華齒龍 這兩種我覺得我今天可能也會想養啦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養蒼龍 先來看一下改造它的基因 來改一下蒼龍的花紋 我們之前在玩的時候沒有改過花紋嘛 對那現在是玩自己的園區了 當然就是要改花紋啦 別有什麼花紋好看 欸這個好像不錯喔 白色的底然後黑色的紋路這樣 先選這個吧 那我們這個園區的第一波生物 就先放著讓他們研究 我接著還要再來蓋 蓋在這邊 蓋在這邊 蓋一個 好就這樣 就兩邊區域 這邊就是蒼龍的區域 那這邊可能看著要養華齒龍 還是海王龍 不過我真的是覺得這個環境有點光凸凸的 我們弄點植物好了 對 這邊超凸的 感覺好像真的是少了什麼東西一樣 來點綴一下 點綴一下 你看 這樣是不是好看多了 綠色植物 然後再面向這個湛藍的大海 我都想要來這邊度假了 來囉 蒼龍 這一個園區的 帥啦 他這個花紋不知道好不好看 對啊 看一下看一下 欸 感覺還好啊 怎麼感覺跟我之前養的 沒有改造花紋的很像啊 你是不是騙我 騙我錢 結果我沒有幫他改造基因啊 對啊 有變嗎 感覺不出來 還是在水裡面比較看不出來啊 然後是說有非常多觀眾都有注意到 我們遊戲中的這隻蒼龍 跟電影中的蒼龍 他們的體型大小好像有點不太一樣對不對 遊戲當中的體型比較偏小 但是前兩天瑞子在找模組的時候 有發現有人就是有修改過了 就是把蒼龍的體型變大的模組 我們來看一下 欸 有了有了 我們從這個角度這樣看 就很明顯可以看得到蒼龍的體型 真的有變大了 這樣才對嘛 不然平常那個蒼龍 感覺有點迷你 這樣的大小 比較符合電影當中 那個超大的體型啊 巨獸欸 真的是巨獸欸 這個體型 好啦 那我們也把蒼龍改成電影體型了 我們接下來 就是要再來 養另外一個池子了 另外一個池子的話 海王龍跟 滑齒龍 我到底要養哪一種啊 好猶豫喔 因為這兩隻好像沒辦法供養吧 欸 喜歡小型海生生物 不喜歡滑齒龍 也不喜歡大型海生生物 對啦 它這已經寫得很明顯了 它還沒有寫蒼龍喔 它是寫滑齒龍啊 它不喜歡滑齒龍 那至於滑齒龍的話 太險了 它不喜歡海王龍 所以這兩隻在園區當中 它們是不能夠供養在一起的 所以我要讓它們打架啦 好啦 那這樣的話 我們先養滑齒龍好了 來改造一下它的外觀 弄一個比較 感覺好看一點的花紋顏色 因為剛才蒼龍的顏色看不出來 哇 奇怪 我們挑一個顏色比較特殊一點 出來囉 滑齒龍軍團 好多隻 喔 好帥喔 滑齒龍長得好帥喔 它長得比蒼龍還要兇欸 它的臉跟背上的皮膚看起來好像鱷魚喔 哇 好恐怖喔 天啊 我看一下喔 它是屬於中型的海生物種欸 滑齒龍 它要幹嘛 它要幹嘛 它要吃東西嗎 它要吃東西 它要吃東西 可不可以看到前面的魚 哇 吃魚 它是吃這種小的魚啊 它跟蒼龍不一樣 蒼龍是吃那種大鯊魚嘛 好 那這個園園區 我們先暫時弄到這邊 先來儲存一下的 有儲存的時候呢 這代表我想要來吃一點 不一樣的東西啊 我們先來把蒼龍麻醉了 把蒼龍麻醉應該就知道我要幹嘛了啦 哇 你看 這邊好像有點空曠欸 負擔 我想要讓蒼龍來這邊跟鄰居打聲招呼 來來來 慢慢放下來喔 蒼龍呢要來蹲親牧靈 來跟鄰居問聲好 哇 它一下來它的舒適度只有百分之五十七欸 超級不開心 它還是比較喜歡跟蛇頸龍在一起啊 不要這樣嘛 你的鄰居又長得很酷呢 對啊 認識一下啊 那你的鄰居們咧 在那邊 在那邊有沒有看到 前面有一隻 那個鄰居跑得特別快喔 看到這一隻龐然大物嚇都嚇死了 那現在這兩隻華齒龍呢 非常的警戒 拿來的巨獸跑來自己家這樣 嚇死 還是說這樣蒼龍不知道會不會攻擊他們 蒼龍在後面 蒼龍在後面 你會被咬嗎 還是說花齒龍會團體戰啊 不曉得 感覺應該是不會啦 現在這兩隻非常的緊張 後面有一隻巨無霸在那邊游來游去 嚇死 游超快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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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唉唷 唉唷 開咬 開咬 咬到一隻 唉唷 他就這樣默默的游到花齒龍旁邊 然後趁著花齒龍游到他嘴巴的時候 直接咬下去欸 他咬死一隻了 不過可能是體型的關係 他沒辦法像在吃蛇頸龍的時候 一口就把他吞下去 他就只是把他咬死這樣而已 喔 前面前面 前面又有一隻 唉唷 等一下 我暫停 唉唷 被抓到啦 花齒龍 哇 其實我覺得他的嘴巴大小 是可以直接把他吞下去的啦 好啦 繼續 喔 連續甩好幾下 直接把他甩到死掉 這樣又掛掉一隻了 花齒龍 好啦 我們一把蒼龍帶回來了 他在外面也玩夠了 但是說就是修改模組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這一代多了蠻多東西的 可能是因為多了海中以及飛行物種吧 所以讓模組的變化非常多 對 因為最後 我來帶大家看這個東西 出來吧 在水中游泳的 吉隆 沒有錯 連吉隆都有啊 對 那這個是修改模組的 並不是說在水中生物當中有吉隆這個選項 沒有 完全沒有 我真的也還蠻期待未來還有什麼樣的模組的 不過因為在這個區域當中沒有陸地喔 所以模組的吉隆呢 他就只能一直在水裡面 一直泡在水裡面 然後一直游泳這樣 對啊 但是不用擔心各位 吉隆這種生物呢 還是有的 對 他還是存在著 哎呦 吉隆 哪有跟華齒龍打架嗎 啊 他咬華齒龍 他直接咬華齒龍的身體 他直接咬死一隻啊 好啦 那其實這個模組的吉隆呢 他是用海王龍去做修改的 對 那各位在我的影片當中 還沒看過海王龍嗎 這個之後呢 會玩給大家看 不用擔心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之後這個園區 對不對會陸續的把它擴建啊 對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啊 來了 我們的布魯 還有他的迅猛龍小隊成員 喔喔喔喔 衝刺衝刺 哇 撥上去撥上去了 哈哈哈哈 欸 還真的會攻擊欸 他們直接攀在宛龍身上 在狂抓這樣 那宛龍 宛龍有幫他反擊嗎 喔喔喔喔 喔 欸 什麼